新店区公伦 五峰国 封星河等八个里 在里长领会会长郑富农的号召下 运用黄金资收站的经费 购买了瓦斯炉和热水器 捐赠给广新归山的重灾户 希望能帮助灾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对此新店区区长林黄元表示 非常感谢里长们的爱心 另外 区公所也发放每户2万元的急难救助金 协助灾民渡过难关 苏迪勒台风重创新店广新龟山地区 许多民众的家园受到了破坏 为了协助灾民重建 新店区里长联谊会会长郑富农 便联合区内八个里的里长 包括公伦 五峰 新河 国峰 太平 江陵 文明以及大棚里 运用黄金资收站的经费 购置瓦斯炉和热水器 要捐赠给龟山和广新里的受灾户 新店区里长联谊会总干事 同时也是国峰里里长颜荣红就表示 风灾后许多里长也进入灾区帮忙 当时残坡的景况让他记忆游升 因此希望能尽一份力量 帮助灾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站在人机几机 人力几义的精神 监献一些物资来让我们受灾户有一个小小的帮忙 在害期间我们会长也有带领我们好多个里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里民和志工来到我们受灾的地区 广新还有龟山来这边协助清理环境 也谢谢大家的热心 广新里长或是龟山里长筛选出来 特别需要帮助的来赠送给他们 希望说因为冬天也快到了 希望这些物资能够协助他们 然后赶快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 这次捐赠的物资共有14台瓦斯炉 及13台热水器 另外大棚里因为设有屋顶农场 农场之工在得知此次捐赠消息后 随即请里长赵素平代为转赠农场 与农夫市集贩卖结余所得5000元 令人相当的感动 我们那些志工伙伴听到都觉得说 我们既然有农夫市集 目前有一点结余款 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 我们农场也一点小意思 捐助一个5000块 给他们这个受灾户 表达一点心意 新店区区区长林黄元表示 非常感谢里长们的爱心 同时区公所也会发放 每户2万元的疾难救助金 给重灾户 希望灾民的生活能赶紧恢复正常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导